今天好多的護國族群啦 守護台股 讓台北股市喔 收盤收在最高點 攻到了17415點 再度的收最高 我們標題上面寫到了 今天護國神 深山群呢 表現很穩 台積電 聯電 聯發科 還有護國艦隊 貨櫃三雄呢 尾盤急噴 現在連護國鋼鐵人都來了嗎 好 這三大族群 有辦法守護台股 一路的慢慢往上墊嗎 我想先請教一下老蕭老師喔 今天台股的量是3730多億元 算是量增 而且尾盤指數收最高 來到了17415 今天禮拜一加上禮拜五 台北股市已經連續大漲了兩天了 強勢占上所有的均線 我記得上週你講到了 台北股市呢 目前呢 多頭的架構沒有改變 但是要往上攻擊 不是靠之前的強勢族群 而是要靠補漲的行情喔 今天很明顯看到喔 半導體補漲上來了 貨櫃三雄補漲上來了 連鋼鐵人都補漲上來了 這是一個很好的跡象嗎 對 沒有錯 首先喔 我們如果單純用一般的 平均線的角度來看喔 台北股市在上週五跟今天喔 它正式站上所有短中長期均線 不管從週線 月線 季線 半年線 砰砰砰一次全部站上 那最主要16162這個在10月5號 那這一次從18034 也就是說第三季18034 第三季一路跌 跌到10月份 10月5號開始是由什麼類股開始起漲了 只有航運 所以確定就是說第四季 就是所謂的補漲行情 所以台股走出一個 非常強悍的格局 並且它站上了 我們當初一再跟各位報告 這個叫在這裡17098 也就是說連結18034到16162 它能夠正式挺上這個位置 其實它整個框架格局 是非常亮眼的 那整體上我們看到 不管從航運到上週的面板股轉強 今天最主要在鋼鐵 所以緊接而來應該一步一腳印 每天針對這些類股 每天的一個走勢要做觀察 好 那講到鋼鐵股 我們看到 駕槓的鋼鐵人現在話題很多 馬斯克說要來賣Tesla的10%股票 沒想到股東們都說好耶 你可以賣 那台灣的鋼鐵人倒是賺很大 我們公布一下前三季 包含了中鋼 中鴻 葉輝跟春雨 稅後盡力都表現得相當不錯 可是在EPS亮眼背後 換到的卻是波段跌幅跌很大 到底該怎麼辦 還好啦 這個週末有一個很好的消息 所有很多鋼鐵投資的股民們 套牢的心 終於可以放下一顆大石了嗎 因為美國的基建法案 終於通過了 這個是眾議院過關了 帶忘鋼鐵 包含了中鋼 中鴻 大成鋼 葉輝 都有表現機會 今天大成鋼 這個美國基建概念股 就攻到了漲停板 另外中鋼 第三季賺了197.5億 EPS 1.28 前三季合計賺了2.88元 那我想先問 第一個問題是 老蕭老師 補漲股終於輪到 跌得好深的鋼鐵股了 今天往上來急噴 很多投資人如果套牢的話 是不是可以再耐心的等一下下呢 第二個問題是 航運股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強榮在尾盤就有一點點表態的味道 原來他下午公佈的EPS 單季賺了15.15億元 全年EPS上刊45元 本土法人目標價最新喊到了200塊 那今天呢 長榮 陽明都站上了季線的關卡 萬海還沒有站上去 短線上面已經反彈了一大段了 萬海會不會跟上嗎 還是說可能要稍微尊重一下季線的壓力 那整體上大概我們分成123號 123號 醫學所謂的航運股 因為這一次10月份起上 是從航運開始的 我們來觀察航運股平均漲幅 大約漲幅大約在35個百分點 漲滿多的耶 然後再來呢排行老二的 就是說航運起上 接下來另外一個補漲的 我們叫面板雙股 面板股大約漲幅在20%到25之間 再來我們預計鋼鐵股確實有能力 做一個比較正向的一些演出 那麼短期間依照這樣看 依照這麼計算法 應該在15%到20個百分點 可是好多間就漲10%啦 最主要要看銅啦 我們的看法呢 這裡不是看鐵礦砂 先看銅喔 銅如果能站上4.4喔 我們認為鋼鐵股就有比較正式的一個 主升段值得做預計 所以老蕭老師意思這樣講了 這個補漲的族群當中喔 其實不然是航運股啊 面板股 鋼鐵股都有機會的喔 但今天很多投資人想問的是航運股喔 我記得呢我有點擔憂 因為上週的時候老蕭老師領先用這個 馬仕基的領先指標告訴同學們 現在呢 貨櫃三雄跟馬仕基的走勢呢 已經越來越區域合理化了 所以就可以參考它的走勢 來做未來貨櫃三雄走勢的判斷 可是沒想到上週後馬仕基呢 是有一點稍微的回落 可是航運股的尾盤 居然是硬強拉了上去 哇 這個走勢兩樣勤 我到底該怎麼樣來判斷未來的方向呢 那整體上呢 我們從幾個角度 我們再回顧今年 今年的上半年喔 上半年整體航運股漲幅達到一倍 就100% 對 問題是全世界所有的航運族群 不管是川崎 那東方航運 馬仕基等等平均漲幅大概只有100% 就30% 所以造成呢 因為航運股漲幅偏離所有的其他國家 所以造成呢 接下來這個回檔 你會看到破例能力很強 股價一直回 一直到進入8月份 8到9月份 航運股就大幅度回檔 回檔之後 大家跟全球股市就回到正常的軌道 回到正常的軌道 我們在上週特別又提到 以馬仕基為例 因為它已經過了前波的高點 所以我們預期航運股有能力 重返這個波段的一個高點 今天我們看到航運股不就出現一個急漲嗎 是 OK 關鍵在於原本應該要極度樂觀看待航運 但是接下來要一步一腳印不要急 為什麼這麼講 我們來看喔 這個是過去這一個月馬仕基的走勢 馬仕基的股價在11月4號 11月4號這邊呢 創了歷史高點 問題是它爆了一個大量 這是隔一天還是當天 這邊是4號這邊 對 問題是它這裡爆大量 爆大量的價格發生 我們講最大交易量所產生的交易價格 會告訴我們未來的景線 所以這個景線叫20030 問題是它現在爆價是19405 它爆跌了三個百分點 所以代表說它在這個景線的下緣 我們再往前推 前波的放量區在10月14號 10月14號這裡是不是又得出一條景線 這個景線在165 65 我們不能指望它跌到1656 那整個結構就太弱了 所以我們抓最大交易量跟次大量 把兩個點位跟價格抓出來 得出它的平均交易價格 就這一整段市場的主要買賣成本 肯定落在18297 上週五收在19405 如果它能夠直接再重返這本週 重返200030 我們的看法航運股會好到不行 那萬一它在這裡做回撤也沒有關係 你等馬斯基回到18297 我們認為航運股不排除是另外一次 你在這個低點來不及進場的屆時 應該還有一次的機會 所以就是說如果馬斯基的股價在18297 有撐的話有機會再醞釀攻擊 那代表說我們航運股也有機會 會再醞釀第二波的攻擊囉 好 這航運股呢 老蕭老師最新的解讀 那老蕭老師上週呢一直講到 提醒大家可以留意的航空股 今天呢 航空雙雄喔 股價呢也是持續的往上來噴出 尤其外資呢 這一段時間以來對航空雙雄呢 是不離不棄的買超 最新消息是美國今天是公佈了啦 未來呢 從今晚開始 33個國家旅遊禁令呢是全部解開了 只要你有打過疫苗的人 然後呢 就是入境前是有這個 陰性反應的都可以去美國玩 所以讓航空股呢為之振奮 那我想問一下啊 老蕭老師 這短線上面喔 這個角度真的是蠻陡峭的耶 那現在這個航空股 如果來不及上飛機的人 還可以再買機票嗎 整體上我們是比較樂觀來觀察 來 怎麼看 第一個 各位請看 這是我們統計所謂的市場 整個型態的成本結構 就是說我們把過去 長榮行從高點一直修正以來 每一筆交易價跟量 把它真實統計下來 你統計下來之後 你會發現到 這裡有一個區塊 好像個區塊鏈 這裡也有個區塊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來看喔 這一次股價呢 從17.05 第一個往上急漲 急漲之後做壓回 這裡突破第一個區塊的上緣 這個叫展翅高飛 他已經告訴你我還要動 問題是這裡有個壓力 對啊 他怎麼會過這個壓力呢 確實了不起 1 2 3 連續三天急漲正式突破 這個叫翱翔天際 今天正式表態 我們的看法呢 像這種個股 這裡到12月2號 應該都有很正向的表現機會 好 這個突破了成本壓力區呢 就已經翱翔天際 今天有一檔個股喔 是做這個喔 營建股的 很早就公道的漲停板 它就是台南豪宅 那我們知道台南對房地產市場 因為台積電要去設廠的關係喔 聽說是捧著錢喔 去漏夜排隊都買不到 那老師這檔個股上要喔 它如果說我從你之前的 教學方式來看的話 它的確是在上個禮拜五 就已經突破了這個集結區嘛 對 那各位我們來靜靜看 這真的很有意思喔 這裡是個主要的集結喔 對 問題是這家公司 在4月30號 7月30號 不是現在 它發CP在14塊9 所以一般發CP來講 就是以這個點 會得出一條天大的壓力線 理論上股價根本過不了 但是一旦站上了我們來看喔 剛好這裡是14.9 正式站上並且突破這個集結區 你就看到連續兩根的一個長紅 哇 如果是以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操作股票的話 只要一檔個股喔 它突破它的CP的發行價格 就是起到的開始吧 舉例喔 我們來看 這次阿布恩塞先發嘛 那我們算中進小鄧做救援 對 光照 這檔叫中光照 我們來看喔 光照的主要集結 是不是在這個區塊 對 那麼這裡是不是正式站上 整個區塊鏈的上緣 是 所以代表雖然前波高點在114 雖然 問題是你一看這裡根本沒有套量 對 沒有套勞量 有這個高股價 但是沒有套勞量 主要過去的套勞在這裡 一旦站上這個點 不就這些人從套勞變成獲利嗎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強悍的 籌碼面非常強悍的態勢 好 那另外呢 講到這個補漲行情呢 我就想要問PCB了 是 因為我們看到喔 同樣是類PCB的族群ABF載板 漲到無法無天去了 今天喔 星星 南電跟景碩呢 股價呢 都創高之後 有一點拉回的壓力 那我想問一下老蕭老師 是 那PCB比較落後的族群 到底什麼時候才有辦法 匹集泰來 我們很快看喔 比方說像3037的星星呢 對 應該是上個月台北股是最強的標準 對 全值股來講 為什麼 因為他在10月14號 當時是115 只有短短兩個禮拜 不是兩個月 兩個禮拜 從115到200 那兩禮拜而已 這個股票實在有夠強啦 對 所以我們來看喔 我們從18034 就台北股市的最高點做比對 因為台股市開始跌的 好 我們抓18034 把所有的宅板做個觀察 從星星 景碩 太鼎 南電 真鼎跟台俊 一看最主要我們把內外之法人 針對這些公司 今年跟明年的獲利EPS做個評估 原則上以現在來講 誤差絕對應該都控制在5個百分點之內 不至於差 不然這個基因今年就很丟臉 對 所以整體上應該會很準很準 不會差到哪裡 以星星為例 今年預估在6塊7 但是呢 景碩是7塊3 然後接下來太鼎6塊3 南電15塊 問題是這種趴在地上的整頂賺9塊7 台俊可以賺到一個股本 好 我們再看星星明年8塊 11塊 12塊半 所以這一種就補責叫做嚴重低估的標題 好 那我們先以星星來觀察 老師 他現在大概高檔整理的5天 應該還沒有轉落吧 對 整體上還是屬於正式 第一個我們講過 3日線突破8日線你就爆 爆到什麼時候 除非這個3日跌破8日 否則呢 你就維持正向 好 那比較低檔的真頂 好 同樣 第一個3日線站上8日線 不管是航運的長榮 萬航 航民 都一樣 真頂 通通都一樣 只要3日站上 他其實就是告訴你 我就是一個多頭 除非跌破 否則呢 不需要過度緊張 好 那另外今年呢 跟星星差不多的太鼎咧 對 整體上我們的看法一樣 我們特別舉的這個案例就是說 也許你會覺得說這裡賣出 結果你又再叫我在這邊做買進 其實沒有關係 在技術分析不見得能夠做到100% 關鍵在於我們長期去統計下來 如果這個方式能夠正向有幫助 你就照著這個框架 會有不錯的一些收益 好的 以上是老蕭老師 今天針對的船產族群雙八天 包含了鋼鐵股跟航運股 所做的關注也針對 第四季落後補漲的族群 除了面板股 航運股 鋼鐵股之外 PCB當中有一些個股 獲力能力很強 位階很低的 大家也可以多做留意了 如果說你對你操作 你手中的齒骨 有任何問題或者想法的話 歡迎參考我們畫面上 這個老蕭老師的大頭娃娃 跟他加個LINE 幫他齒骨一根提 跟他來請教 還要討論囉